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三口一头猪的魏祥竟然是武警出身 而走上喜剧这条不归路还都是拜沈腾所赐 魏祥出身于四川绵阳 从小就不安分 后来进了部队 服役于武警重庆总队政治文工团 当时就展现出不俗的表演功力 担任演员队队长 还立了三等功 退役之后因为实在热爱表演 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某次表演课上正好碰到沈腾来为麻花选演员 一眼就相中了魏祥 两人共同参演了麻花初期的大部分话剧 可以说是功勋成员 沈腾本人特别欣赏魏祥 曾说最害怕跟他同台 因为总是憋不住会笑场 但即便如此 只要有演出机会 不管是综艺春晚还是电影 他都经常找来魏祥搭档 两人虽然都是喜剧实力派 但风格却不太一样 魏祥的搞笑透着一股邪劲 可曼可娘 不管形体表情还是声音 都可以成为他逗笑的武器 入行近20年 魏祥在舞台和影视剧中 演了很多的配角 可不管角色再小 他都有出彩的时刻 不管戏份再少 他也认真对待 时光不负有心人 在新片《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里 魏祥首次担任主演 为了让角色更加精分一点 魏祥使出了浑身解数 一会儿变身口气达人 一会儿又对着栏目 无实物表演 悲喜情绪无缝转换 电影中他饰演的角色名叫魏晨弓 一个痴迷表演的小龙套 为了被导演看到 想方设法给自己加戏 摸爬滚打多年 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大明星米兰找他演一个杀手 而且还是主角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不过是精心编制好的美梦 一场未知的危机正在等着他